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大陸維權網站民商觀察創辦人劉飛越 1月29號被中共當局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 沒收個人財產101萬元 1月30號 他的母親丁啟華發表聲明 強烈抗議中共政府欺騙家屬配合當局 勸劉飛越認罪換取緩刑 最後卻背棄承諾加重判刑 丁啟華表示 他將權力支持兒子上訴不再沉默 1月24號 四川省梅山市仁壽縣各鄉鎮的300多名 被辭退、民辦、代課和幼兒園教師 集體前往縣教育局上訪 反映當地教育界的腐敗現象 要求解決一次性經濟補償和養老保險問題 北京市通州區政府日前展開大規模行動 檢查宋莊藝術家的作品是否涉及政治題材 據稱 通州當局已向數千名藝術家 發出了要求審查作品的通知 據宋莊藝術家披露 已有藝術家被多名國寶入室檢查 目前整個宋莊籠罩著緊張的氣氛 上海網貸平臺點容網拖欠員工工資 強行裁員引發不滿 1月28號 部分被裁員工在公司附近拉橫幅抗議 進社會了來自一握擬室檢查室